花厅里,两人磕磕绊绊吃完早饭,魏无羡打了个哈欠,二哥哥,我有点困,早上起得太早了,回去再睡会儿,我抱你回去。 魏无羡嗓音黏黏的恩了一声,蓝忘机抄着他的膝弯抱起,出了前厅朝卧房去。 魏无羡闭着眼睛,睫毛长长地一抖一抖,嘴上红嘟嘟地翘着,蓝忘机低头看他,脸颊上的小绒毛也清清楚楚,像成熟的水蜜桃,鲜美多汁。 魏无羡重了一点,四肢还是纤细地窝在他怀里,腹部微微隆起,不仔细看发现不了。 早上刚梳好的发际,蓝忘机上手拆了,只留中医,把人安稳地放在床上,他拢了拢杖子,轻轻地出了房门。 梅雨季节总是时不时就下雨,细雨绵绵笼罩着卫府。 蓝忘机坐在正厅,招了府里所有大大小小的人来问话。 离开三个月,魏无羡整个人都不对劲,他总觉得一定有事瞒着他。 府里奴仆丫鬟们跪了一地,战战兢兢不敢抬头。 大家都知道,当家做主的事,坐在上手的这位年轻老爷,和另一位非常不同。 一板一眼从不容情,没人揣摩到了他的脾气。 以前有自询美貌的丫鬟或者清秀小丝,用下座手段爬床,直接被打一顿赶了出去算庆的。 要是有不知死活的爬另一位的床,那就不是赶出去那么简单了。 不过仆人们不走歪门邪道,魏府带人是很好的。 领头的管家率先开口,老爷,就是这么些了,没其他遗漏的。 嗯,蓝忘机垂眸抬手。 蓝景一道,没事了,都下去干活吧。 那几个饭室的,管室的领回去处理。 再有下次,你们自己也不必在府里了。 是。 管室们一起答应,慢慢退下。 蓝忘机右手拿着扇子有节奏地拍打左手,道, 撕锥,说吧。 蓝撕锥身躯一阵,携迷了一眼蓝景一。 说。 几个月前,公子在香菜酒楼宴请宾客,不知怎么身体不舒服,回来还吐了。 我本想写信告知您,公子说等您回来再说也不迟,所以,所以拖到了现在。 说完蓝撕锥已经跪在蓝忘机面前。 那次之后就没有了,就是每天会出去买些新鲜吃时,其他的,没,没了。 糊涂。 蓝忘机面色冰冷,他一向有什么事情,生怕别人担心,能瞒着就瞒着。 你难道忘了之前的事了吗? 他吃了那么多苦,喝了三年的药,你就是这样在他身边的。 撕锥,你这样确实不对。 蓝景一插嘴说。 走之前再次嘱咐你,你全当耳旁风。 一向看你稳重,才放心留下你照顾他。 你倒好,合起来欺骗我,你这样让我以后还怎么放心。 蓝忘机压着声音,言辞锋利。 公子,我,我错了。 去祠堂领伐,我不希望再有下一次。 景一,你跟着一起去。 两人拱手告退,是,公子。 蓝忘机走开一步,又转身道,景一,你停一下。 蓝景一回头这一瞬间,脑子里回忆自己做的所有事情,只听蓝忘机说。 景一,之前的鱼,再去买个十条回来,夫人想吃。 啊? 蓝景一脸色比猪肝还难看。 公子,这,今天买不到了。 加钱。 蓝景一无语。 快去。 蓝忘机敲了一下景一的脑袋。 我早知道了,买不回来,你也别回来了。 蓝景一眼泪汪汪看着她,公子。 嗯。 蓝忘机转身就走。 下出的气温总是忽冷忽热,熟睡的胃无限出了薄薄一层汗,额发和鬓角一缕一缕贴着皮肤。 蓝忘机坐在床头边,呆呆地盯着她看,嘴角不自觉淡淡地笑,一手摇着折扇给她扇风。 一日不见,如隔三秋。 蓝忘机这三个月真可谓是相思成吉,要时无一。 她再也不想离开魏无县去那么远的地方了,这钱爱谁挣谁挣。 她盯着人看还不够,眼离手里到处摸摸捏捏,里里外外仔仔细细地检查,一根头发丝都不放过。 不经意间就把魏无限吵醒了,某人明明醒了却不睁开眼,这举动怎么能瞒过她,她故意伸手去养养肉的地方,魏无限扑的一声立马叫道,我错了,我错了,床单被套七零八落,两人滚坐一团,欢笑声饮满屋子。 蓝旺鸡刮了刮她的鼻尖,还装睡,乐人先告状啊,明明是你把我吵醒了。 她一双桃花眼睁的老大,我正梦到有两条小蛇跟我玩捉迷藏呢,又看画本子了。 嗯哼,新出的人邀情未了,还挺好看的。 魏无限顺势躺在她大腿上,蓝旺鸡眯着眼睛,用食指和中指戳她脸颊上的肉,有我好看吗? 那当然没有,我夫君是天下第一最最好看的。 说着两人越贴越近,行动不能自已。 蓝旺鸡微微撑着身体分开,还是等温大夫看过在,可是我现在就想,你不想吗? 想。 小蓝战昂首挺立,保险起见,换种方式。 纯爱战士魏无限不太懂这句话,毕竟她会的东西都是跟着腹黑的蓝公子手把手学的。 问道,什么方式? 我教你。 不消一刻,衣衫凌乱的魏无限就感受到了换种方式这四个字的含义。 她躺着两手抓住枕头,伸长脖子往后仰,两颊飞侠,眸子里含着欲落不落的春水,在烟波里荡漾。 谈香冉冉,帐内疑泥。 正是,家人如玉体四苏,腰间游戏盘龙珠。 虽然不见穷江露,暗里流入骨髓窟,一曲相思臂,魏无限哑着嗓子,无力地控诉。 蓝战,你太过分了。 嗯,我都说了不要了,你还不肯停。 她哼了一声,侧头不看始作俑者。 蓝忘机扣着她的手腕,鼻腔随意。 嗯,我嘴好痛,你根本不在乎我。 在乎? 蓝忘机给她揉下巴。 哼,夫人。 蓝忘机晃她的肩膀,别生气了。 魏无限心里松动,那,你下次不能再这样了。 蓝忘机软声道,好,不这样了。 魏无限立刻转身抱住她,二哥哥,肚子却不合时宜,咕噜噜响起。 饿了? 嗯。 那,起床。 不要。 魏无限奄奄的。 那在屋子里,我伺候你好不好。 魏无限欢快地点头道,嗯嗯,快去快去。 田家少闲月,五月人被忙。 这日蓝忘机要去郊区的田庄上试茶,只带了几个亲近得力的护卫并帐房先生。 由于蓝景怡去姑苏,已经七天了还没回来,蓝丝锥也一起带去了。 魏无限本也要一起去的,蓝忘机嫌弃那地方路途颠簸,况且离得近傍晚就回,她只好作罢。 下午睡过午觉,她便觉得百无聊赖。 突发奇想,叫了二狗并一群小丝们在屋前的池塘里摸鱼逮王八。 她挽起衣服袖口,手里拿着竹制的长柄叉子,二狗抱着竹篓,其他几个人同样装扮收在四方角落。 池塘水清,烈日直射下来反折出镜面的光,闪得人眼韵。 二狗,快那里那里,红色的那条,在你脚下。 魏无限手起插落,一条红鲤鱼浮出水面翻腾摆尾,哈哈,就没有为小爷逮不住的东西。 老爷真厉害。 二狗抖落筐子道,老爷,鱼篓都快装不下了,烤来吃吗? 魏无限骄傲地说,那当然了,等下叫厨子配好蘸酱等大老爷回来,大家一起吃。 好,谢谢老爷。 下人们各个欢欣鼓舞。 魏无限得意过了头,脚下一滑,一屁股磕到了大石头上,二狗吓得扔了鱼篓冲到他身边,众人架着他上岸。 老爷,老爷,声音此起彼伏。 下人们各个面如土色跪在地上,魏无限笑着宽慰道,没事没事,你们这是干嘛? 真的没事,狡猾了一下而已。 二狗,你把我的鱼和王八都放走了。 快点去捉回来,我回屋换身衣服,就好。 说着就要走。 二狗脸上汗水交加,满脸愧疚,我服您。 好了,你太小题大做了,去打些水来吧,我好沐浴换身衣服。 是。 房里下人们摆放好东西,就退了出去,二狗不放心,仍然势力在门口。